今年的5月3号 嫦娥6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由长征5号送入地月转移轨道 在53天的时间里 嫦娥6号成功地着陆 越北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预选着陆区 并实现世界首次越北采样和起飞 并携带着越壤于6月25号成功地返回地球 往返超过76万公里 在上个月 国家航天局公布了 嫦娥6号在月球表面的国旗展示影像 鲜艳的五星红旗再次闪耀月球 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 嫦娥6号带上月球的这面国旗材质非常的特殊 它是用石头做成的 月面温差大辐射墙 普通材质的国旗难以满足要求 研制团队 联合武汉纺织大学等单位 开展了玄武岩纤维漆面的研制攻关 攻克了纤维成型 织物制造 印花染色 以及漆面与展开机构适配等多个技术难题 使生产的月面国旗能够适应月球表面的恶劣环境 除了特性能够满足月球的环境之外 研制团队在研究月壤成分的时候 还发现玄武岩与月壤的化学成分相近 此次长俄六号选择石头版国旗进行月背展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把玄武岩制造国旗 作为月面原位制造的一种探索 未来建造月球基地需要就地取材 把月球上的玄武岩做成片状或者管状的建材 用于月面建造 这样比在地球上取材是大大节省了成本 长俄六号月面国旗和长俄五号上的国旗规格一样 大小也是300毫米乘200毫米 与一张A4纸差不多大 不过玄武岩纤维的密度超出长俄五号国旗原料密度近一倍 这就会导致石头版国旗更重 由于要用到航天器上 月面国旗的重量要求极为苛刻 需要在同样的尺寸大小下保持一样的重量 研制人员推算出 这需要把玄武岩纤维做到 每1000米重8.8克的密度才不会超重 但这么细的玄武岩纤维要怎么生产出来呢 我们就去把这个丝千身的速度变大 调大了之后 发现这个丝就由原来的粗细就慢慢慢慢开始往下降 但降到了大概10左右的时候就降不下去了 怎么都降不下去了 一拉就断 一拉就断 当时真是吃住都在工厂 曹根阳告诉记者 当时工艺控制 炉子温度 喷丝板状态等等 都在不断地调试 但是无论怎么做 10克每切米的密度指标都成了制作玄武岩纤维难以跨越的鸿沟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 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发现对喷丝板内枪结构进行梯形优化 再配合炉内分布式精准控温 可以解决玄武岩纤维特性不足的问题 在这个拉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突破了屎 往下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方向对了 第一根从头到尾这个满管的一个玄武岩丝下陷的时候 我们当时那个心情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 最终研制团队成功实现了超系玄武岩纤维的稳定量产 他们做出来的嫦娥六号国旗的重量只有11.3克 比嫦娥五号国旗还要轻0.5克 超系的玄武岩纤维制造出来了 那下一个挑战也是接踵而至 如何给石头制造出来的纤维上色 成为摆在了研制团队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由石头拉出的细丝和布料不同 表面特别光滑 颜料不能牢固地附着在旗面上 旗子做好了 颜色又上不去了 科研团队只能反复尝试来找到解决的办法 五号也用到了方纹纤维 把它们混在一起去 对 做结合 反复试吧 我们要在整个的科研的过程中 就有屡败屡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最后 研制团队结合嫦娥五号的经验 利用织物表面的方纹短纤毛雨 使颜料中的粘合剂 与其形成类似锚钉锚钉的效果 有效提升涂料界面结合牢度 与国旗图案的色彩饱满度 保障了国旗的月面展示效果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 从一根丝到一面旗 中间的工序少说也有四五十步 相较于嫦娥五号国旗研制的八年公关 嫦娥六号国旗的科研公关时间格外紧张 团队成员们几乎没有休息日 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这面国旗 能够经受住千锤百炼 我们就力学实验就有四个 然后我们的环境实验的话 里面是有三步 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些测试之类的 至少在五十步以上 就是我们最后是拿一面旗子 从头到尾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实验 包括最后的展开 然后后来看到那个国旗机构展开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视频嘛 就感觉那个看到机构展开的时候 伸出那个小手觉得特别可爱 觉得特别自豪 月面国旗研制团队历时近四年 攻克了玄武岩 超细纤维纺砂 制造及色彩构建等诸多国际难题 首次研制出无温控保护 独立动态展示的石头版高品质织物国旗 实现了我国首次在月球背面 独立动态展示国旗 又一次在月球上打上中国标识 在石头版国旗研制的同时 月面国旗团队还开启了 将玄武岩纤维拓展到 对于耐热和阻燃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玄武岩纤维结合纺织工艺制成的布料 可以作为消防衣 在特殊的场景进行使用 还可以制成防火窗帘 防火床垫等一些家用的物品 同时在道路建设 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玄武岩纤维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